第25題,兩張相同的鋁箔紙,一張折成小船形狀,一張頸體捏而成顆粒狀,折鋁船可浮在水面,而鋁力會沉入水中,其原因為何? 因為是兩個完全相同的鋁箔紙,所以它的質量是一樣的,重量是一樣的,因此,它的並不會鋁域的質量比甲船大,這個是錯的 同樣都是鋁,所以它的密度應該是一樣的,所以也不會是鋁的密度比鋁船小,但是呢,它如果是算平均密度的話,船因為有空間,所以平均密度會減小 但是如果只算鋁的成分的話,它的密度是相同的,但我們知道鋁力是沉下去的,所以它浮力會小於它的重量 而鋁船是浮起來的,所以它的浮力會等於它的重量,所以我們知道鋁船的浮力會比鋁來的大,所以豬選項的答案是對的 所以第二層評論我們說,其原因為何?我們答案選的是豬,鋁力所受的水的浮力比鋁船小 謝謝 谢谢大家